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六輪賽事 今天的變題是雙變題 甲方是奧斯卡掌刮風波Will Smith應受更大譴責 粵方是奧斯卡掌刮風波Chris Rock應受更大譴責 由甲方拔萃女書院對粵方沙基灣觀立中學 首先為大家介紹雙方的變元 甲方主辯吳童 一副余相晴 二副優柳 傑辯賴詠欣 粵方主辯陳詠堯 一副梁建姿 二副吳樂堯 傑辯劉潤 好,接下來會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天主教國德性中學中文 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 陳其康老師 第二位是華英中學辯論隊老師賴楚賢老師 第三位是聖工會女名財中學辯論隊教練王新宗先生 好,在賽規方面 本場比賽會分為主辯、台上發文 一副、二副、台下發文 傑辯總共六個環節 台上變元發言時間是4、3、3、4 主辯、傑辯的發言時間是4分鐘 而負辯則角有3分鐘 每位台上變元發言時間結束前 前三十秒會有一丁提示 丁 時間左右會有兩丁提示 丁丁 過時十秒會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 屋介紹主席將會打斷變元的發言 並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的賽規早前應該已經發佈了給各參賽學校 現在請問雙方的主辯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不好意思,主席 我想問一下傑辯準備時間是... 傑辯準備時間是... 傑辯準備時間是1分鐘的 好,明白,謝謝 請問還有沒有其他疑問 好,如果沒有呢 現在比賽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會先請甲方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丁 主席、評判載各位,大家好 今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面 著名演員Will Swift 因為主持人Chris Rock演講的時候 暗風其幻有 鬼促清鬼剃頭的妻子 二長台掌握了她一巴 亦都以粗口無辱對方 事件引起社會關注和討論 因而衍生今的變題 行量變題成不成立 就要比較哪一個犯錯更深更多 傷害更廣 就要譴責 我方贊成格方變題已經有兩個 第一,暴力無正當性 傷害不同人士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弗曾經說過 我非拳頭拳力終止於別人的鼻子之前 美國聯邦法典第十八篇一把十三條規定 勾打屬於光泛襲擊罪 最多可處一連監禁 相反 憲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國會立法限制言論自由 Will Swift不滿意成為Chris Rock的笑話博論對象 並非自我防衛一類容許的辯解 只是衝動、魯莽的行為 可以負刑事責任 他身為最佳男主角熱門 可以在得獎感言或記者訪問中回應 亦都可以即時在台下回應 但他樣樣都不做反而選擇保力 非但不可以代表太太出頭 反而最少傷害了三個人 第一,Chris Rock Will Swift在全球數以百計國家 播出的奧斯卡班像電禮 以武力和粗言為語侮辱Chris Rock 同時傷害他肉體和精神 第二,他自己 Will Swift是榮獲最佳男主角的第五名黑人 本身名利雙修 甚至是黑人榜樣 結果要退出美國影藝學院 最少兩套演出的電影停止拍攝 名利雙失 第三,他太太Jada Will Swift受兒樂圈以至全國聲討 自己的病再次搬上桌面 再受針對性嘲諷傷害 由此可見,Will Swift的出手打人 又粗口傷人 讓成嚴重過創 第二,兩個人一樣都是演員 處事高下立盤 奧斯卡是美國電影界押軸的頒獎禮 屬圈內盛視 身為演員更應該以身作質 尊重頒獎典禮和觀眾 為自己的身份負責 先說Chris Rock 奧斯卡頒獎禮主持人的對白 並非是個人創作 今屆是影藝學院安排 以John Max為首的寫稿人 團隊首筆 任何對Chris Rock台上言論的批評 應該先針對影藝學院和他的團體 並非Chris Rock 取笑同行是頒獎禮中 營造氣氛的常見手法 2013年的主持人 蔡斯密克·法蘭也笑過演員頭髮罪老套 Chris Rock再質疑以抓捧的手法炒熱氣氛 只是發揮表現效果 沒有動機傷害Jader Chris Rock被打開也沒有還手 繼續履行詩宜的責任 努力為這件事圓場 為了這件事平息 他也拒絕向下刺激警方提高 再說回Will 他從事影業界近30年 3次獲提名奧斯卡影帝 理應很清楚干擾現場直播的頒獎典禮 會傷害影藝學院 業界 亦都不尊重表演文化和觀眾 但仍然被情緒凌駕 以粗口辱罵 甚至毆打私疑 光泛刑事罪行 令全世界嘩然 著名演員海西格尼芬都就事件批評他 見到喜劇演員做到人身攻擊 是多麼危險和避上 居然無望作為私疑的責任 相反Will Smith無論是作為演員 還是公民 都沒有做好本分 施手發高下立判 道常所述 Will Smith和Chris更加應該受譴責 就想問右方 究竟是誰更加傷害了Jader 為何保護老婆 就可以自家暴力 多謝各位 革方主辯想用時間為4分0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請粵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視野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論證變題很直線邏輯 打人就是打人 用暴力就是不對 但是為什麼當然與暴力 都同樣是暴力的時候 有方就直接得出 Blue Smith必然要受更大譴證的結論呢 當一個是有形暴力 你一個是無形暴力 有方你又如何衡量 何者造成的傷害較大 描解完有方的論證邏輯 再看看有方指向Will的論點 有方就說Will就有其他方法去回應Chris Rock 而不用暴力 同樣地 其實Chris Rock也可以選擇用其他笑話 甚至是自嘲 那為什麼有需要開Jader Fingers的玩笑呢 可見有方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更重要的是Chris Rock本身說的言論 絕對不是有方所說的開玩笑 為了炒熱氣氛 不論Chris知不知道Jader有病 他本身所說的言論 出發點就已經是想笑對方的禁止 因此 絕非開玩笑 正如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Sam Friedman所指 笑話涉及道德邊界的維持和挑戰 而Chris的言論 針對話題的開玩笑 竟然在道德上犯下錯誤 絕非是單純的幽默 所謂原辯題的討論基礎 要討論哪一個要受更大的譴責 雙方就要先釐清一下譴責是甚麼 正如美國布朗大學認知 語言及生理學科學系教授 Berchamel所指 譴責是一種社會規制 透過公開指責萬人的行為 令他認知行為上的錯誤 從而去道德規範個人行為 使其合乎社會利益 我方正立越方便題 從認知及後果兩方面論證 第一 認知上 Bull Smith 胡妻心切 Chris Rock 早有預謀 要建構社會規範 首要就是個人意識到 某一個行為屬於錯誤 若然在認知上覺得自己沒有犯錯 就意味著日後甚至會繼續作出同樣的行為 而在這次事件發生後隔天 Will就在社交媒體上高開道歉 並且形容自己作夢的行為 是不可接受和不可原諒 他都點名向Chris 節目製作人、出席者 以及觀眾道歉 Will甚至主動辭去美國演藥學院的會員資格 可見Will是傳了夫妻 因此應該受教肅的譴責 相反 Chris在意識上 是有目的地取笑Jada 甚至是覺得沒有問題 因此他事後不但沒有道歉 時至今日更加是沒有任何正面回應 可見Chris是毫無夫妻 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下錯誤 因此應該受較大的譴責 反問回友方 當Chris至今仍然是缺乏警覺認知 你又如何確保他日後不會重罰 從而去建構社會規範呢? 第二 透過上 Bull Smith改變風氣 Chris Rock沒有了進步 正如Britram所指 譴責不是單純指責對方 而是希望關注對方行為 違反了的社會共同價值觀 從而去調節社會 而在世次風波裏 Chris在言語中提及Jada的目的 只是單純想利用他身體上的缺陷去開護照 既是懷有惡意出發點 事後也沒有為社會任何的正面影響 無助社會進步 因此應受較大的譴責 反觀 Will的行動 緩成了大眾對言語暴力的關注 甚至有望1918年來 在奧斯卡頒獎例上 一貫以侮辱或嘲笑的內容 去炒意氣氛的歪風 令大眾學會互相尊重 驅動社會進步 因此應受較少的譴責 綜合而言 Will雖然有犯錯 但亦有帶來正面影響 加上他主動認錯 和承擔後果 可謂公過雙底 相反Chris同樣犯錯 不但沒有道歉承擔後果 亦沒有為社會帶來任何的正面改變 比較之下Chris就應該受較大的譴責 最後三問人 是否覺得肢體暴力 月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18秒 有過時需要扣分 接下來會進入台上發問環節 會先由甲方排出位台上變源 向月方主辯提密 發言時間為1分鐘 之後會有1分鐘的回答 月方會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然後有1分鐘的回答時間 然後反方會由同學去向甲方的主辯提問 同樣提問時間1分鐘 然後甲方主辯會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1分鐘回答 現在會先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上變源發問 行為1分鐘的回答 請問你 請問你請問他 請問他清楚嗎 清楚的 可以 請 大家好 今天有一方不停強調 Chris Rod的言言冤犯很嚴重 應該避受譴責 但是忽略了Will Smith明明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 但仍然選擇了打人這一點 剛才一方主辯就說 今天Will Smith雖然有犯錯 但是對社會帶來了正面影響 所以我問你一方 究竟你所說的正面影響 是不是就是所謂的 有一點點不滿意就可以動手 有否覺得這個行為對社會是好的呢 他是不是覺得這個行為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行為呢 多謝各位 現在粵方會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謝謝大家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会请月方主辨。第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刚刚有方有问到,其实Wil Smith是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应付这件事件,但其实我们想说的是,Chris Rock和杨陀伟,都是可以用其他方法呢? 其实他是可以用回不同其他的笑话,又或者是用美式幽默里面常见的字招去说的,不一定要用trader来开玩笑。 同时,刚刚有方也有问到,Wil为什么一定要用暴力去面对这件事件,又有什么正面影响呢? 我们觉得Wil的行动其实可以唤醒大众对于言语暴力的关注,甚至有望一改多年来,在奥斯卡班长典礼上,一般以侮辱或者招食的内容,去炒烈气氛的歪风, 而可以令大众学会得互相尊重,以及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我们就请各位,Rose Me 提应该会受较少认识。多谢各位。 好,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宇,向甲方的主编发问。 示范,示范,示范,听不听到? 好,听到的。 听! 是的,有方,斯蒋女各位,大家好 我想问问有方,现在一个有肢体暴力,一个有言语暴力 有方是否两边都有问题 如果有的话,有方为什么会觉得肢体暴力是大于言语暴力 请有方向我解释一下 然而Will Spell 点名和Chris Bell 说了对不起 但是Chris Bell 做错了,有言语暴力 做错了,但是没有说对不起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向我还要吹捧这个对社会不利的行为呢? 谢谢各位 好,现在方位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我们完成了,我们完成了 请好,谢谢大家 但是,我们要做修理房 我们完成了 一定要处理房 我们完成了 第一,我们完成了 就要做修理房 我们完成了 第二 结果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甲方駐別,未下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叮 我方今天認為她完全沒有錯,回應方的問題,我方認為她這個創作完全是出於她後面幕後團隊寫的稿,只不過是一個打工人的身份檔案稿 所以根本就是她沒有構成過任何言語暴力,請延方不要嘗試問我私聽,也是一番法律,美國自發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根本就是她完全沒有構成過言語暴力的情況之下,在法律上面也是受到保障的 所以為什麼她要認錯?根本沒有錯過,對不對?好,謝謝各位 好,台上發問的環節結束,現在會先請甲方第一副面發言,沒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可以 定 好,各位大家好,今天其實有方同學他的立場是非常非常模糊的,他們從來都沒有解釋過究竟言語暴力,何時是可以被接收,何時也是不可以的 有方同學今天在一方面罵我們雙重標準的時候,其實他們自己都非常非常雙重標準 他們一方面就不停的炮光Chris他無心的笑話,但另一方面又對Will在事後用粗口侮辱Chris這件事是隻字不提的 請有方同學在後面解釋自己的立場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方的主辯都已經講過要怎樣衡量變的方面應該更受譴責,是視乎做錯事的數量是什麼 而Chris Rock今天只是講了一句具爭議性的壞笑話,但這個本質上不是一個錯 所謂言者冒異,聽者有心 要理解美國當年的風氣,就是用這種侮辱性笑話去取笑對方的時候 如果有方同學要罵,就應該是罵了整個文法 而不是將整件事歸咎在Chris Rock身上 有方同學又說Chris Rock是始作俑者 但其實Chris也是盡他應有的責任而去講一份稿出來 他的稿不是他一個人自己下手下去寫的 他後面整個營運團隊在這裏 他無法選擇他講不講,而且後面如果人都認同這個笑話 這個笑話理應就不應該是問題 但其實那一刻Will是可以選擇控制自己的情緒 而不要即時發作去打人 有方同學又說因為Will Smith道歉 所以不用受到譴責感 難道道歉就可以等於沒事了嗎 如果我現在打有方同學一除 然後跟你說對不起 那是不是就可以合理化我整個打人的行為 他對主辦方、對樓下的觀眾道歉 但他沒有向Chris Rock道歉 他沒有的是Chris Rock 他沒有向Chris Rock道歉 那為什麼這個是有方同學口中所謂正面影響呢 有方同學今天因為一句說話而妖魔化了Chris 說得好像殺人放火罪不可赦 但同時又忽略了Will所有言語暴力 床肢體暴力的行為 所以請有方同學不要混淆思聽 而Chris Rock今天根本是不需要道歉的 因為他根本沒有做錯過任何事情 今天言語暴力的定義是用威嚇、抵毀 等於攻擊性預熱衝擊受害者的健康自我狀態 而Chris今天所做的事只不過是講個笑 就算是貧貝之間拿對方的弱點來講笑很常見 跟著有方同學的邏輯 是不是我們現在貧貝之間講個笑 也在觸犯言語暴力 就算我現在我方退後一包 是Chris Rock說的話 說他可以令人不開心 但這不是一個錯 即使在攻擊完Chris之後還要出口罵Chris 那麼粗口是公然的直接侮辱性語言 要說所謂語言的侮辱性 不是會說的更加嚴重嗎 來到最後 凡事都有很多不同的解決方式 好聲好氣地說 其實不是比打人一拳更加好 今天當Will生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 公然在斑罩點裡身邊打人 怎麼說都應該要被譴責 所以今天Will是沒有盡好公眾人物 應該要有的操守 但Chris只是說了一個很無心的笑話 如果有方同學怎麼都堅持無心 比右翼更有過境賽的話 怎麼說都過不過去 所以今天我方的辯行 是理應勝立 謝謝各位 甲方第一負面所用時間為三分零六秒 無過時無需求婚 接著要請月方第一負面的同學 你有三分鐘的發現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的邏輯真的很簡單 認為姿勢負率怎麼都是大於言語 然後有方同學又說 為什麼不可以 笑話不被人接手 是因為他今天不尊重人 然後又再看有方同學的標準 今天有方同學說打人不對 但其實根本就擴大了對Will Smith的指控 就說他打人 不管場合影響盡 再看有方如何縮小對Chris Rock的指控 他只是語言失誤 無心之失 份稿不是他寫 但這個是不是真的正確 首先身為一個司儀 他是不是應該做出資料搜集 每一位的嘉賓特質從而去開玩笑 其次有方同學又說 Will Smith大人是干擾現場 但Will身為Jada的丈夫 是深知他有禿頭這個疾病的痛苦 那為什麼身為丈夫的他不可以幫妻子出頭呢 而且Jada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才跨越到心理的關卡 而他的女兒也是 他有不少的支持和鼓勵 他才可以賣這個心理的關口 其實說笑話不是 只要是職業就可以受少這些責任 笑話不是說可以取笑其他人 而做一個搞笑的後果 因為這個是取消的人 根本就是不可以接受的 這個文化根本就是不正常 為什麼有方同學是可以把這個合理化呢 有方同學今天就說 Chris Roth的言行只是一時 想搞意氣氛 但這個嘲諷而帶動氣氛的文化 在奧斯卡都有 加上Chris Roth本人其實也有語言失當的前方 例如他在2016年的奧斯卡班長 在裡面歧視亞約 以及以輕輕的語氣去講同工話題 當時也有不少的名人在推特上面發表聲明譴詐 例如美國職業籃球亂賽林舒豪 導演李安等等 但當時的奧斯卡班長也有為此而道歉 但在社會上比較少的迴響 對於Chris Roth本人我根本就是不痛不仰 他是本人 也就是在2022的班長在上面再次出言不信 可見他根本就毫無虛意繼續犯錯 原本加厲 也就是以嘲諷人為笑點 甚至是可以幫社會建立政策的價值觀呢 我帶你到廣播公司的話 奧斯卡班長在主辦方對這集集也難指幾咎 因爲他們明知道Chris Roth的難燈彈牙之童 但也多一次邀請他上台 但爲什麽這麽多年過去 這班戲劇演員還在拿女性的疾病 或者知名女歌手 你可能多內衣來開玩笑呢 這些是否真的是奧斯卡上演的風格呢 簡單來說 當他今天個人沒有受到更大的言論責 他就會一直犯錯 而且他根本就不懂得去改善自己的嫌恨 所以Viu Sim在这件风波的第二天 已经在社交平台上道歉 他用反正的换理这个行为是不恰夺 并且为所有受议香港的人道歉 这一份的承担和勇气 根本就是比Chris Law更加做得好 为社会传达了知错能改的讯息 第二 利用人身体的缺陷来开玩社会是否真的没问题呢? 今天如果Chris Law不想更加 但社会上的保持戒力就会开始潜移默化 如果因为这种风气继续发展到他的风光 是不是想见到这样呢? 多谢各位 月方第一负面发言时间是3分09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的 接着有请甲方第二负面 未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最后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大家听不清楚? 是清楚的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整件事最大的争论点就是幽默可不可以见到他人身上 但我今天答应是可以的 在喜剧表演的世界 有种事情叫做侮辱喜剧 所以今天有方不要再说这件事是不合理 尤其是今天Chris根本不是故意针对Jada 他的动机是没有直接伤害他的意图 再说他的稿是经过了美国演艺学院的审核和编辑 所以这个笑话你也是可以被摘纳 尤其今天也说 他们说我觉得这个文法不正常 所以你今天要谴责的并不是Chris Orge 而是要谴责整个美国的搞笑文法 我方不否认言语暴力的确是会有失害性 但到底Chris说的这番笑话的动机 是不是构成言语暴力呢? 我方看到绝对不是 其实今天要去看哪一个人应该受更大谴责 就要看两者谁要负上更大的法律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看 到底Chris到底是有没有必要是要负上这个法律责任 但我方今天看到是绝对不需要的 反而我们看回Will Will其实有方今天也知道打人是不对 打人是犯法的 但是我今天就跟你说到底他今天犯了什么法律 其实根据加州刑法第242条的嘔打罪 其实Will今天打完人之后 是有机会要罚2,000美元和监禁六个月 但看Chris根本就没有辑成言语暴力 为什么又要负上责任呢? 再说我们比较两者哪一个要受更大谴责任 就是要对他们的动机 今天有方不要只是拿Chris Sartre母道歉 或者说了一句话 或者说到他这么错 其实也要看看Will今天他做了什么 对社会宣言有什么信息 从而行为何且引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有方今天就说 Will是改变了风气 他还说他今天所做的事是有助检post社会风气 令到建造社会规范 但今天就提到他到底和社会讲哪三件事了 第一,原来在庄众场合都可以被情绪凌解一切 用粗口侮辱别人也是没问题 Will Swift一直都是备受尊重的演员 但今天竟然用粗言为悦去辱骂主持人 请问电视机前的家长是要怎么跟小朋友去解释呢? 这个代用是否有方和乐意见到的风气呢? 第二,原来已经向有人不小心冒犯了你 你就可以去打他了 我方主编也说了 暴力只有在自我防卫的时候才可以被允许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 Will Swift根本就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再说 其实Will除了打Chris之后 也还有很多不同解决办法 暴力根本不是唯一出路 第三 原来今天打尽爱妇的名言 就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完全忽略了所有后果 他今天冲动打完人之后 到底又有没有达成动机呢? 其实根本完全是没有的 今天Will Swift就可以令Jada承受了二次生害 终受到网民的恶语攻击 而要关闭社交媒体留言 请问这个是不是有效 大家的爱妻呢? 其实来到最后 到底Chris今天做错了些什么? 他做错了 最后就是进入他自己的责的前提之下 开了一个没想到会令Will Swift这么不满的还笑 但Will今天所做的事 是说的是酸扬暴力 用粗口去辱骂他人 搭捉在电影界五十多年的资深演员 Rod Rayner 也批评Will Swift 他今天的所作手维 是不应该有任何借口的 Chris没有追过他是他的好彩 其实到最后 其实两者比较之下 叮叮 因为他今天做了这么多错事 为什么就不应该受更大的谴责呢? 因此今天甲方的变态绝对成立的 多谢各位 甲方第二负面的发言时间为3分07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婚姻 接着又有请月方第二负面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到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应邮方先 刚刚邮方说 喜剧这个是文筆 为什么我们不是显示成文筆 只是显示Chris Wood 但是我想和邮方说 奥斯卡是否一个喜剧 奥斯卡是一个全球的影响政治 你觉得Chris Wood是一个全球的影响政治 开业语暴力是適合邮方 第二 Chris 刚刚有个团队说Chris 其实是有经过审核的 所以我们要谴责的不应该是Chris 但是Chris 这个是一个即兴的节目 事情是没有经过任何人知道的 所以邮方的逻辑并不成立 而更深 今天邮方有三大错误 第一 Chris 不是 后期邮方说他有用言语暴力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用 他暴力了的数量去看 显示是影响了社会和公众 谁有更多社会的反弹 而第二 有可能就是他说笑 他不是很深 多谢邮方诚映 他真的说了笑话 当Chris 有责任去做一个称职的主持的时候 他应该要去做事业手 而不是说在主持的期间 做事业语暴力 所以有可能 这个狼测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透过 谴责Chris Wood 一连串的不当行为 去建议新的社会秩序 就像美国艺术业科学院院远舌 罗伯夫斯曼所说 指责和赞任人家的行为 是实施社会文化监管模式的机制 相反 因为社会约定组成的共识 是肢体暴力应受继带的责任 所以在事件之后 公众的World Swift有更大的反应 而今天若果谴责更多World Swift 社会对暴力的反弹回响 就不会那么大 自然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就够小 并不会对暴力问题有额外的改变 其实社会在MeToo运动和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之前 社会也很少要注意种族和情别歧视问题 但就是因为运动成功透过公众的谴责 去促作例如制定反性骚扰 正如我方一辅所说 奥斯卡身为一个国际城市暴力 在全球的观众底下 Chris Rock已经多次因为言语暴力而饱受批评 但社会对言语暴力还是莫不关心 如果Chris Rock在掌握事件中受到更大的验证 就可以给社会的机会多加注意言语暴力 改变世界的错练共识 而当两个暴力都会造成影响的时候 社会就容易蓬高言语肢体暴力而忽略言语暴力 甚至会用合理理由 例如今天有方所说 痛者有意无心开玩笑 去将言语暴力一发 但是不是一个无心 一个他的职业 就可以使用言语暴力的挡箭牌呢? 而当社会就像有方所说 同意把快乐建筑在人的痛苦身上才是幽默 这才是社会最大的悲哀 令社会风气坏坏 停滞不前 如果Chris Rock没有收到谴责的话 他就可以继续以开玩笑的名义 施行更多言语暴力 又反问有方 是否不太谴责Chris 让他继续笑容 反而会带来社会进步呢? 因此今天的辩题绝对盛 多谢各位 决方第二负面所用的时间是2分56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会有两轮发问 首先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台下的同学 开启镜头并试麦 试麦试麦试麦 试麦试麦 试麦试麦 试麦试麦听不听到? 是听得清晰的 你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清香镜头示意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分论证辩题 是基于假定而无论证 Chris Rock 的言论 是言语暴力 取笑就是歪风 所以就错了 明明美国演艺界都不认为他有错 所以无道歉的时候都扭曲为有错而无道歉 所以要受谴责 今届奥斯卡班奖礼 斯尔稿是由庄马克为首的 社稿小组负责 而不是Chris Rock 可见笑话内容 根本就并非Chris Rock主导 有方根本论证不了他早有预谋 无视在议艺学院及社稿小组主导 义父甚至声称是即兴而无比论证据 Will Smith自己打人 自己讲粗口 有方反而觉得有利社会的风气 请问有方 为何没有什么自主空间的Chris Rock 行为反而更加不当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月方会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准备时间结束 请月方派出位台上电源作答 另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现在准备好声音箱镜与点栏目 可以 叮 多谢有方提问 首先我方承认 那时候Will Smith的主题 不是,Chris Rock的主题 主题大部分都经过上班 但是我们有证据显示 Jada Cris Rock笑Jada 这个头发的问题 完全是他执行的 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强调他是言语暴力 是因为他的剪辑完全是没有专用的成分 完全是不是开玩笑的成分 难道有方同学觉得 只要用一句母声音箱 一句话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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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成为言语暴力的挡箭牌 有请月方的派出位台下电源 问第一题的台下发问 请电源开的镜头并试鰂 试鰂试鰂试鰂 是清楚的,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客的投資 可以 同時各位大家好,有方就說Chris這份稿不是他自己寫 他只是負責讀稿,所以要譴責也不是先譴責他 但我方看回NME新聞的報導就指出 奧斯卡製作組成員Rock News事後證實 Chris對Jader說的笑話是沒有出現在準備好的劇本裏 換言之,這個笑話是出自Chris之手 因此有方不能夠再說這份稿不是他寫 是作為這個推堂理由,試圖以這作為混淆視聽 即是都知道有問題,同時他作為演出者 沒有意識到份稿有問題,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我方想問Chris作為演講者,沒有做好資料搜集 不知道Jader對頭髮感到困擾,還要事後不道歉 還是Will事後為肢體暴力道歉,並非故意暴力 值得大眾學習呢?多謝各位 好,有一家作組三明鏡的時間準備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请甲方派出位台上便员作答,你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清楚,清楚吗? 清楚的 可以 其实我方前面也说了,其实今天在奥斯卡里面,取笑的同行只是一个营造气氛的常见手法 所以这一份稿,首先才不说有方,这个证据不知道是哪里 我们整个演艺学院和他的团队都有份做这份稿的时候,为什么你今天就可以这么肯定 他说的这句话就不是他们所出自他们的手笔呢? 再说,其实今天有方完全忽略了所有Will Swift所做的行为 他今天做了肢体暴力,有方看不到 今天他用粗言为意去辱骂Chris Rock,你们看不到 反而Chris Rock今天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说到他犯了天下天大的错 再说,有方说到Chris Rock好像要浪泛了法律那样,是一个很冒犯性的言论 但根据美国那篇的原则,最高法院的判例是可以容许诽谤 或者的时破坏社会安宁这一类的言论是受到法律规管的 所以有方今天是用哪一条的法律去说Chris Rock是触犯了这个言语的暴力 今天是你们议论证的三四各位 好,接着有请甲方派出台下的辩元作第二次的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市委市委市委听得清不清楚 不好意思,甲方同学可不可以出一出试学生证? 因为可能没有校服,可能要验证 不是这个,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学校的运动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问题,再来到时你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可以 可以 所以归根究底,今天有方的立场就是取笑即错误 所以按照今天有方取笑即错误的立场 美国的娱乐节目和清谈节目 是否从此有取笑名人的内容都应该禁止呢? 谢谢各位 好,今年月方会有1分钟时间准备的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与方派商委台上缘作答 下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有方和我们讲到是不是言论事由这件事 原来我们见到我们今天讲的清谈节目 开玩笑 原来是基于一样东西就是尊重他人 原来我们见到Chris Rock 身为一个国际政治 一个奥斯卡的主持人的时候 一来他不做基本的搜集资料 二来他知道自己的说话 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搞到空间的时候 为什么他今天不是紧言慎恨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简单点讲的就是以篇台传 感谢各位 好,接着现在有请月方的台下同学做第二次台下发问 那你一分钟的发问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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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续各位大家好 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学教授Sam Friedman 指出 笑话之所以是笑话 其中一项为道德边界的遗词 对传统上边缘化群体开玩笑 如黑人和幻病者是道德上的错误 是霸凌 所以Chris不是开玩笑 而有方说到武陆喜剧 笑人凌终气氛都没错 即是存在即合理 为什么不是正正反映言语暴力 一直被合理化比肢体暴力更加应该受到关注 想问Jada作为鬼堤头的病患者 用这个开玩笑 不论有心还是无意 是否是道德观念的挑战 如果不是 有方是觉得嘲笑患病者 令人心灵受挫是道德上的无问题 还是觉得都是文化的错 奥斯卡将法律建筑在他人同府的风气已继续吹 应该有所改变 Chris作为推手 是否完全没错 谢谢各位 好,现在甲方会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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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排枪位台上的便员作答 你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要请向镜头示意 示威,示威 是 可以 叮 大家很感谢一方的提问 所以来到第二条台的发明 终于听到一方的立场 今天一方的论证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件事情里面 美国喜剧文化被Will Smith更受显诈 但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今天有方觉得文化有错 为什么一定要找Christopher开刀呢 我们看到原来这么多年来 有其他喜剧演员 甚至可能串过盲人 串过霍金 甚至乎身为喜剧演员的Will Smith 在两年前的节目上 都串过另一个缸头的嘉宾的时候 那为什么有方觉得 不是应该从那些人开刀呢 最后今天有方是否觉得 我们这个文化不对 所以是否代表 之后永远所有美国节目 都不能用串人这个东西来做 他们继续做了很多年的喜剧文化呢 最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 今天讲的是双面题 今天有方全场就在骂 Christopher说的有几个不合 但就忽略了 究竟他说那句 不明明没错的言语 怎样比Will Smith所做 言语加肢体上的暴力更大伤害 所以有方都进不了他们自己的论证站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这方面不是你应成立呢 叮叮 好 台下法卖环节结束 现在会是截变的准备时间 双方的截变会各有 双方的截变有一分钟作准备 现在开始计算 清先看 我说一遍 成功值得准备 感谢 说 吧 如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會先由粵方的結辯開始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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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咪 大家好,劉比賽尾聲,我們不妨從持分者角色與責任出發重新審視點題 第一,社會大眾,今天社會大眾要做的就是對誰作出更大的譴責 而譴責的作用就是令社會進步,而社會進步往往就要突破舊有的框架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就覺得出口雙人就是不對的了 但從來都沒有想過出口雙人的不是 所以正正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更加要關注言語暴力 推翻過往固有的思想 原來在Will Smith和Chris Rock都有錯的情況下 標打這一班不單止是Chris,更加是在座的每一位 這個為什麼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去反思一下 到底自己平時有沒有出言不信呢 原來我們每一天都用口說話 每一天都有機會言語暴力量的時候 自己未必意識到,對方也都生怕為標籤為,玩不起 而害怕表達自己的感受 正正就是因為我們太習以為常 漸漸蒙胡了言語暴力和開玩笑之間的界線 習慣性地有理由推堂 例如今天有方口中所說的開玩笑 而這一班為什麼引起了廣泛討論呢 正正就是因為Will Smith不容忍這件事情 我方今天不是說要維護暴力 但是有方同學主編跟我們說 Will Smith作為一個這樣的工作人物 應該很清楚打人之後對影響有多大 但我們看到這兩件事之後 我們不是更加應該反思到底背後這樣的原因嗎 原來是因為家人被傷害的時候 他站出來發聲 妥解在有方同學眼中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看到原來因為言語暴力受人忽視 我們更加要譴責言語暴力的需要 從而達至譴責的目的 我見今天Chris Rock更加應該被受譴責 所以原來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今天Will Smith是有講粗口 但是我方看到的是 原來譴責從來都不是基於一個數量的 原來是譴責是在影響社會和公眾的時候 我們看的是到底他講粗口 還是他打人這一下引起更大的社會的反彈 有方同學論證不了這件事情 所以來到第二個持份者就是Chris Rock 他作為一個這麼少的表演者 他的言憾應該是大方得體的 然而他有目的這樣以他人的身體結合來開玩笑 表現是很不當的 所以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原來Chris的職業就是開玩笑 為何現在要被人譴責 我方想問 這種氣質和性質上從來都不對的時候 難道有方同學覺得 將快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身上 是職業的一部分嗎 有方同學講不過去 所以有方同學簡單的立場就是 原來今天我們就是要營造一個氣氛 他真的說笑我們不要這麼認真 但是黎巴嫩的私人幾百人曾經跟我們說過 幽默感就是分寸感 分寸感的體現從來都不是嘲笑他人獲得的 而是透過自渣等等的行為來帶來幽默的 所以我們很多次都會說 幽默的最高境界是自渣 而不是透過其他人取悅 所以有方同學口中所說的 所以說笑明顯就不符合以上原則的時候 Chris Roth很明顯就是把 講笑以擋戰牌實際上取笑他人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更加就得被譴責呢 所以第三個詞分者就是Will Smith Will Smith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是當日奧斯卡的得獎者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注意自己的一舉一動 為自己的言行負責的 他出手打人是的確值得譴責 我方不否認 但Will Smith隔日已經向各單位 甚至Chris Roth點名道歉 為自己打人感到不可原諒 後來更受到大會的懲罰 可見他為自己的衝動感到後悔的 相反Chris Roth遲遲未回應 事件毫無悔意 有方問我方對不起是不是大賞 我方想知道做錯事不用道歉 這是不是值得被鼓吹的行為 如果不是Chris Roth 為什麼更值得被譴責呢 所以想看這個法庭判刑的依規 原來判刑不單只是看犯人犯罪的程度 更是看犯罪者有沒有自我反省 所以當有認罪的時候 多數會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情 可見法律的宗旨 從來都不是將人置疏死地 是希望人有改過自身反省自我的機會 法律不外乎人情 更何況是有血有肉的社會 所以在社會上 Will Smith已經警察 合到譴責目的 更加需要別人譴責的 為什麼不是不知性的Chris Roth呢 以上總理由今天便是絕對成立 多謝各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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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定 應該全數歸到Chris Roth身上呢 有方答不到 我方又問你們了 Will Smith打人 是否保護老婆的唯一辦法呢 有方又無法正面論證 一問已不知的情況之下 究竟有何邏輯又是否真的成立呢 要施視何者更應備受譴責 首先要知道奧斯卡頒獎典禮是怎樣的一回事 事實上奧斯卡頒獎典禮的主持人 一直都是由喜劇演員擔任 透過笑話令典禮沒那麼死板 而以幽默風格諷刺社會主流為特色的脫口秀 更加是奧斯卡甚至整個歐美喜劇文化的一個特色 剛才一副就說了 Will Smith深知Jader有一個痛苦 為什麼不可以出頭 但問題就來了 原來Will Smith自己聽完笑話 都有笑到的時候 可見Chris Roth只不過是盡回他主持人的責任 今天有方可以不滿這個做法 可以罵奧斯卡團體 但絕對不可以將一切的錯 歸咎於Chris Roth身上 所以來到結辯 不分兩條問題歸納全場 第一就是比較兩者行為上 究竟何者的錯誤較大呢 今天有方其實很得著 Chris Roth對Jader說了一句言語冒犯 然而我方負面要求有方正面論證 究竟言語冒犯如何大於Will Smith 肢體加言以上的暴力 有方解釋不到 我方也知道 以語言暴力不對 但Will Smith當日出了手 加講了粗口 而Chris Roth只不過是說了個 屬於樂圈才會名的笑話的時候 何者是更嚴重的那個呢 再比較動機 今天有方全場都嘗試 對兩者做出行為背後的動機避而不淡 結論就是有方都知道兩者比較之下 Will Smith有打人與否的最終選擇權 但他就選了一個最初 對事情發展最無利處的選擇 反之代表奧斯卡團隊的Chris Roth 不能夠輕易選擇講不講這個笑話 連演員Millard Farrell都表示 這只試過開玩笑 開玩笑就是Chris Roth要做的事 這麼多方面 有方都沒有一個反駁到的時候 Will Smith理應要附上較大的責任 所以就來到第二條問題 就是何者的行為會對社會造成較大的影響 其實今天有方全場都沒有說過 究竟譴責Chris Roth的實際目的是什麼 相反我方都說了 Will Smith打人的行為等同告訴全世界 有什麼不滿意就可以直接打人去解決 間接在宣揚暴力觀念的時候 這個就是正正他要受譴責的原因 Chris Roth被打完紅了的地方 可能很快就生 但流下來的傷害一定不止於此 大家試想一下 當其他喜劇演員看著Chris Roth被打之後 還有誰會夠膽去表演呢? 當原來自己打一份工 也有機會被打的時候 下屆奧斯卡還有沒有喜劇演員 會願意去擔起主持人這個職位呢? Will Smith這一刻傷到Chris Roth 但更傷的是整個歐美喜劇的發展 最可悲的是 社會上仍然有一班好像有方同樣 不願意提清現況 覺得Will Smith為了保護老婆一巴巴 打下去都是很天經地義的人 所以當Will Smith對社會造成如此深的傷痕的時候 他也理應負上較大責任 我們不會在街上聽到一些自己不喜歡的說話 而衝過一拳打到別人的刀 再用粗言謂語罵他 也會使用其他更好的方法解決 因為在座各位都知道 暴力不單止無保冤事 更加是一件會觸及道德底線的事 同樣地 今天Will Smith選擇訴諸暴力 到頭來連想協助老婆化解 閒言閒語都變得無能為力的時候 令原來Will Smith所言 愛不等於暴力 愛不是用當晚的方法表達的 我們今不應該目睹後 再他以愛情為理由時起立鼓掌 所以我們看到原來今天 Chris Law只不過是在做文法要做的事 但是Will Smith有自己的選擇權之下 做了兩個好錯的行為的時候 為什麼今天Will Smith 不是應該更加被證責那個呢 因此今天較方便題 謝謝各位 方傑變相時間為3分54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婚 好 比賽暫時過一段落 稍後在評判填妥分子之後 我們會再做一邀請三位評判給大家一些評語 請對賽的雙方和我留在原位上等待 另外在街面評分方面提醒評判需要額外評分 會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便宜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的那位得30分 次佳者得20分 而餘下那位得10分 主席我想問多次 過時是否每個5秒扣5分 是的 而 月方主席的發言時間是4分18秒 所以需要扣出5分的 好,謝謝 好,我把分子可以了 謝謝主席 好,謝謝 我們先請七夕康先生給大家一些評語 謝謝 好,大家好 抱歉因為我要用電話才有麥克風的裝置 於是就變了我開不了鏡頭 因為要開鏡頭就會很利用 大家請見諒 首先我會自己覺得 其實今天雙方都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有些奇怪的 就是雙方開段的時候 去到其實中後段的更加明顯 就是真的會覺得 雙方其中有一個是完全沒有做錯 於是另一方就要受到譴責了 但其實這條變態是講得更大 其實這條變態是會不會 其實是假設了 其實雙方都應該受到譴責 只不過程度上我們應該是對某一方有那個更大 才有那個更的意味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不用用更大 是吧?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不是說這樣處理不行 但是又會不會是一件好事 於是就聽發展下去了 就是大家去撐自己那邊做得對的時候 都出現了一些危機 那譬如今天雙方去講 為什麼Will Smith是做得不對 然後Chris Watt反而是沒有做錯呢 那個理據呢 去到義父去到台下 基本上是被人拆了 譬如就是 究竟是不是因為說開玩笑 就等於是免死金牌 又或者言語暴力 是不是就不可以 永遠都不可以跟肢體暴力去做一個類比 那這個其實是 正方可能要在一些價值觀上面 或者本質上去論述多一點點解 就是後果是怎樣 就是如果我們把肢體暴力和義暴力 放在同一個層次去比較的話 那後果會是怎樣 又如果我們把肢體暴力放大 過言語暴力的話 那又會是怎樣 那可能你要清楚些去解釋 為什麼兩種都是暴力的時候 要有一個等級或者層次的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 你沒有在這個地方做著手 為什麼呢? 因為格芳是真心覺得Chris Watt是完全沒有錯 因為他就搬出了一個 他是寫稿的團隊 再加美國的文化是這樣 於是就打算去幫Chris Watt那個 應該扶有的罪名去洗脫了他 但是這個事情成不成功 就是這個策略成不成功呢? 前半部分都說不可以 但是去到反方真的有提出 就是不是啊 有證據顯示 還有真的說了證據出來 就是那個部分是即興的 還有就算是寫稿團隊寫給你 演講者都有責任的 你沒有理由是 因為你把口說出來的嘛 你不用負責的 那就可以推卸給那個團隊 所以我是挺欣賞反方些類型的反駁 但是其實應該早些放上去說 又或者搭台下的時候 就不要只說有證據顯示 就是好像你自己發文的那樣 如果真的有資料在手 你就把資料說出來 那那個震行的效果就會大一點 所以我覺得今天格芳總結性地去說 就是其實條線是很正路 但是就偏偏在一些需要解釋的地方 其實沒有很好地去把關 那就變了很多東西 其實就真的變了 你有你講他有他講了 究竟Chris Wall是不是完全沒有錯呢 我覺得首先這個立場是有一點點極端 那二來如果是一個完全沒有錯的角度 你就必須要交代清楚 那你覺不覺得過份的換笑是一種言語暴力 那然後這種如果是言語暴力 或者有人覺得他是言語暴力的時候 為什麼他應該受到的譴責 都還是低過使用肢體暴力的人 那還有一個位置我覺得格芳是涉嫡了的 就是對於兩個人事後那個處理方式的跟進 因為這個是月芳的重點 那月芳的重點就是一個有道歉一個沒有 那這樣東西格芳其實是有做得到的 但是就可以再放大一點來做 譬如你可以早一點和在你的稿件裏面 鋪多一點的篇幅去講就是什麼呢 就是Will Smith雖然有道歉 但是他對社會對奧斯卡道歉 就不是對Chris Wall道歉 就是一個人打完人 連最基本和被人打的那個人去道歉 他都不做的時候 那是不是一件好的事呢 還有就是其實Will Smith 他事後即時的反應的態度都不是好 他打完人落到台中還繼續用粗口辱賣人 那這些我覺得你可以放大來講 因為就變了擺到去可能一副青亭點水的廣告 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的時候 那就可能會有一點可惜了 那倒轉到月芳呢 剛才都說了很多的 那就是有沒有包裝到Will Smith是對的那個呢 因為你們又沒有很開宗明義地講 Will Smith是完全對的 但是你們完全不打算去提及 Will Smith犯的錯 因為 即是觀感上的 我真的很自由心靜地去講 我聽我聆聽的時候 就會真心覺得兩邊都是在支持自己的主角 那 那麼 這個問題又來了 就是月芳其實你都應該要講一下 為什麼 言語暴力是可以 跟肢體暴力相提並論 可能你要講一些後果 譬如你可能講一些心理學家 或者有些分析就是講 肢體暴力可能是對人有身體上的傷害 但是言語暴力呢 對一個的心靈傷害都可以很嚴重 當然月芳是有講的 但是 但是 是不是足以令到我們覺得這件事當中的肢體 和的語言 暴力 都是同一個層次呢 因為就算是 肢體暴力和言語暴力也有分很多不同程度的等級 譬如你肢體暴力有打人一槌 又吸引人一巴 亦都可以是嘔打 令到它傷殘 就是你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所以你就要講清楚 為什麼這個肢體語言 其實在這個風波當中其實是同等 或者是低於那個言語暴力呢 如果你沒有這個比較或者清晰的說法的話 又是很難令到評判去購買 我應該受到更大譴責的 就是Chris Rock的位置 那第二樣就是 是不是開玩笑就等於是黨戰牌 是不是高的言論之外就沒錯了 這個就真的好看評判的觀感了 如果評判是真的會從美國的文化 或者美國的風氣那裡去切入變體 如果那個應受更大譴責 在美國的社會當中的話 那這個位可能就是反方會輸蝕的 但是評判一樣是有權 或者可以有自己個人的意見 就覺得那條變體是不需要限制於美國的 應該是抽空時空背景 那只是討論它本質上是對還是不對 那但是我就是屬於前者 我自己覺得如果是講得奧斯卡 就應該是講美國文化 而其實今天反方最簡單的地方 就是你自己都有提及一些時空背景 例如是你在問奧斯卡想不想要這些這樣的情況 奧斯卡想不想要這樣的發展 但是你另一方面又會跟它說 其實美國某些風氣是不應該存在的 或者等等 我意思就是你不可以一方面 對對方有利的那些地方 你就去除了美國的背景 但是對你有利的你就照講奧斯卡 那雖然這件事沒有被甲方抓出來說 你雙重標準 但是可能都會阻礙了你某些的論證 或者你自己都會撐回 那這個是有些可惜的 那最後一點就是我覺得 特別想提及台下 我會覺得其實 粵方是做得好一點的 在法文上面 因為清晰一點 還有一些問題很聚焦 那變相呢 其實駕方的台下就會有些重複 還有呢 被人出了那個資料之後 那個打法就開始變得鬆散了 因為你沒有一個 你沒有一個預備了對方 如果說你的團隊有問題 都是個演講者有問題的 在這一步之後 我覺得駕方的準備 好像還沒有去到這一步 於是就變了後場開始 就越方佔翻憂多一點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那將時間交給另外的評判 謝謝 謝謝陳其康老師 接下來我們都想請賴楚賢老師給大家一些評語 謝謝 不好意思 如果所有地方有些吵 我先找一個靜點的地方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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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雙方的那個表現 那呢 我很同意剛才評判說到一點 就是這條題目本身是一個比較性的辯題 那大家看到這個辯題字眼就是要大家做比較 那其實開頭呢 我覺得雙方是有傾向去做一個比例 譬如隔方呢 我多欣賞你們主辯開出來的時候 你又能夠用一個美國憲法的基礎 那其實是在解釋為何法律上 對於肢體碰撞或者暴力行為的那個懲罰是嚴重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的 然後你就嘗試去質疑對手的那個言語上面的一個行為 或者言語的攻擊 在法律上面其實是沒有相應的法律規管 從而去做一個比較就是 反映到前者的問題是嚴重過後者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比較的論證 那但是我覺得後場可以再解釋多些 因為有一點是用現況存在等於合理的 那當然法律這樣定 他當然是覺得那件事嚴重一點 所以他才這樣定 那但是你們的重法似是因為法律這樣寫 所以他就應該是問題大一點 那但是為什麼法律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法律對這個行為的暴力的規管是高於這個言語暴力的規管呢? 那你可以解釋一下他背後的原因 要不然就變成存在就等於是合理一些 那法律也可以修改而已 那越方也可以質疑其實法律這樣寫是否等於合理呢? 會不會只是因為言語比較難界定呢? 而行為暴力是較為客觀 所以法律被迫只能夠規管一些明確的行為 相對言語是比較模糊、難些規管的 難些定性的 所以法律才沒有立法 不代表沒有立法就等於輕微一點 你也可以這樣去攻擊和回應 所以其實隔方提出這一點之後 其實都有需要是做一些解說 就不是純粹說法律這樣寫 你有哪條法律說得出是規管你說的那些言語行為 第一次說都還可以的 但你之後不斷用這個方法就會略嫌 推進上面是比較少一些 但這個是一個比較 為什麼我這樣強調這個是一個比較呢? 因為後場開始就比較少 評判剛才也有說過 很多時候就會變成 大家很防守自己要防守的角色 譬如隔方都不止一次去嘗試解說 這個Chris Walker 的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你會說他是職責所在 包括你說這個是他團隊的問題 那份稿不是他寫的 他無得選擇 無心之失等等 這個是美國的文化 有錯都是文化的錯 不是他的錯 怎麼說呢? 這個你當然可以這樣為他解說 但是第一我會覺得 有沒有需要說到他好像一點錯都沒有? 還有你們自己在比較的時候 你們自己都會形容 一個言語的冒犯 比起暴力的肢體行為 其實你都同意他是一個冒犯 但是你有另一方面說到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麼除非你們覺得 言語冒犯本質是沒錯 或者你真心地覺得 在當地文化來說 言語冒犯這件事情是可接受的 如果不是的話 很難說到一點問題都沒有 還有沒有必要的 就是你可以承認他是有問題 但是言語冒犯的嚴重程度 是及不上肢體損害的嚴重程度 那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點太盡 就是拿這個立場的時候 而且你是很難可以說服到 評判說到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麼這個也是要留意 是的 而粵方其實今天是有做到一些比較 有一點我很欣賞的 就是粵方有說到那個文化的影響 如果你有嘗試說 Chris Rock正正就是反映了美國當地有一個很不值得鼓勵的文化 就是用別人的缺陷 嘲罵別人 或者是言語欺凌的這個文化 我們應該是要推翻他的 這個是一個好的比較 然後你說其實Will Smith雖然是用了暴力行為 但是他沒有特別對於暴力的文化或者行為 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前後的改變 但是對於那個言語文化上面的改變 他就有一個改善的作用 就是我會覺得你這個論點是挺新榮的 起碼我剛才聽第一場 或者我自己都要帶隊預備這場 都沒有想過這個說法 那麼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挺新榮的觀點 就是是好的 但是在這個應用上 就雖然是新榮 但是這樣說完又是否等於 論證了這個行為的暴力 就是沒有那麼值得譴責呢 因為你只是說說他用暴力行為背後 其實他是想提示社會大眾 其實不應該拿別人的缺陷來笑的 那麼這個你可以說是有一個提示的作用 但是反過來 其實最終Will Smith的暴力行為 都一樣是引起了公眾覺得在這些大型場合 就算你被別人言語嘲笑也好 但是其實都不應該用暴力解決問題 其實他都某程度可以按照你的邏輯 他都喚起了這個社會關注 對暴力行為的關注 對什麼情況下可以恰當地使用暴力的關注等等 那麼這些我又覺得 是不是真的這樣去做了一個對比就是論證座呢 不過的確隔方也都沒有特別就你這個論點 做很有效的回應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處理或者這個角度是好的 因為這條題目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每一對他們的比較和分析角度都很不同 這個都欣賞了雙方 即甲方就是援引憲法基礎去做比較 粵方就有這個文化上面的推動 正面影響的作用作為一個分析 這些都是很值得去鼓勵的 另外我覺得這條題目其實還有很多的比較點大家可以值得討論 包括到底行為本質上 剛才提到的 到底他的本質上面是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呢 那麼這裡再前一步是涉及到 到底Chris Rock說的東西是恰當還是不恰當的問題 那麼甲方就是剛剛說過比較極端 就是完全覺得沒有問題 我覺得粵方在這個位置應該多些去質疑甲方的這個立場 就是到底他說的說話內容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粵方很多時候你說言語暴力有問題 但是再前一步的是 到底Chris Rock說的具體的說話內容 屬不屬於是一個言語暴力 因為這個其實甲方是有挑戰過的 例如他在台下問過 是不是講笑就是錯呢 是不是以後所有講笑的節目都不應該存在呢 或者都要受譴責呢 那麼這就涉及到到底一個言論去到什麼程度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 繼而你才可以說到Chris Rock說的那番言論 是有沒有抵觸了不可接受的這條界線 那麼這個其實雙方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因為隔方幫他的defense的時候 你都是用很多外財的環境因素 例如份稿不是他寫的 例如美國文化是這樣 但是隔方都不是在界定著 到底他說的言論有沒有抵觸到你認為合理 或者是不合理的講笑的界線 是的 到底他說的那番內容的本質上 算不算是一種冒犯呢 算不算是不可接受的言論呢 也沒有 那麼倒過來 其實也不是很多由他講的內容去做評價 你只是直接等同了言語暴力的避處去講言語暴力的問題 就不是他說的那句話內容有幾大問題 那麼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再留意 那麼另外就是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可以推現多些 譬如粵方你應該是大講言語暴力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有多大 譬如你全球那麼多地方近年經常說網絡欺凌 很多青少年甚至是很多藝人 名人因為這樣而自殺 輕生等等 這些例子其實你可以放大很多言語暴力的後果 是遠遠不會低得過這個肢體暴力造成的後果 那麼這些可以多些去塑造那個後果的嚴重性 那麼反過來隔方也是 你可以塑造多些少肢體暴力 就是基於別人講笑而你在公眾場合 對對方用身體暴力的行為去對待的這一種文化 是否值得鼓勵呢 就是縱然別人是有取笑 但是你有這麼多個方法可以去處理 你們都有提過少許的 就是你有這麼多方法 你可以上台發言的時候他有獲獎的 你發言的時候你可以譴責Chris Rock也可以 是不是要用暴力呢 但是可以再推現一下 如果我們因為別人講的話 就用肢體暴力去解決問題的後果 如果社會的人接納了這個價值觀 可能會造成多嚴重的社會影響呢 那麼這裡可以又是推現得深一點 這樣 然後呢 今場比賽有提過另一個比較的地方 就是到底是不是當事人有一個主導性 隔方就說不是 是他的團隊 那麼剛才評判也有提過 你不可以說我當那份稿真的不是他寫了 我們很難判斷他是不是即興 粵方就說是即興 隔方就說不是 是寫定的 雖然我都預備的時候 我都找過一些資料有說 其實他是即興的 但是我覺得就算是即興 不是即興也好 如果內容有問題 你不可以因為那份稿不是他寫 就等於他沒有問題 這個很難是一個正當性的原因 大家應該聽過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柏林圍牆 在倒塌之前 其實德國士兵射殺了跨越柏林圍牆的人 他也是執行命令 你不可以說他是執行命令 就不需要負責 軍事法庭都判了一個士兵有罪 到底是不是不是他決定 就等於不是他的責任呢 這個論證都要留意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是他決定 就是完全不需要為這件事件負上任何責任呢 這個要留意 另外就是目的和動機 一個就是娛樂大眾 搞氣氛 一個就是保護自己的家人 這裏我覺得雙方可以 不過是越方多些 就是多些拿這件事出來說 你可以嘗試說 既然言語暴力和肢體暴力的 最終後果都可以很嚴重 我們要比較的就是動機和後續的處理 這個就是越方比較有利的說法 但是你們又比較少用一種方式去做比較 因為其實你不斷說他有道歉 他是有悔意 悔意給社會傳遞的信息就是做錯事 他願意承擔責任 但是Chris Roth是沒有的 還有動機上面一個是比較保護自己家人的角度 另一個只是為了娛樂大眾 這些其實你可以拿出來做一個顯著的比較 就好過好像雙方都是很防守自己的角色 然後就只是說別人的角色有什麼問題 就比較少這些明顯的比較平台 這個我覺得也是值得去想 最後一個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 隔方提出那個文化社會氛圍 就是你們說這個是美國本身的文化 當地人覺得這件事沒有問題 要怪我們應該怪文化 不怪當時人 這個我第一次聽到覺得都不是很合理 但聽到聽到我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也對 又真的跟社會氛圍很有關係 就是如果社會大眾一直都覺得這件事是可接受 或者這個程度的笑話是可接受 他們平日常生活都是這樣的 似乎又不可以完全怪Chris Watt說笑 是一個這麼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這樣去論述的 不過你可以講多些不同的其他例子 可能做一些類比 譬如傳統華人社會 可能他對待長輩是要尊敬很多的 西方社會是比較平等的 那麼可能你同一個行為 在傳統中國社會真的會受譴責的 那麼你在西方社會是真的未必受譴責的 那麼我覺得這個文化因素又真的是 都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地方 不過辯提又沒有說到 到底應受譴責是應受誰的譴責的 那麼你用香港自身的價值觀去判斷 又不可以說你錯的 辯提沒有一個主體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挺有趣 不過你就可以多一點演繹 如果你說這個是美國文化 那麼你有什麼證據去論證 這個是當地人普遍接受呢 因為甲方經常說 其實當地大部分人都接受 都沒有人罵Chris Watt 那麼為什麼Chris Watt要道歉 那麼這個不是證據來的 這個是純粹你這樣說的 就是跟粵方那個 根據我手上的資料顯示的那個說法是一樣的 就是你怎樣證明這個就是美國的文化呢 是不是沒有人批評這個Chris Watt 都不是的嘛 因為都有人欣賞Will Smith這個行為 他覺得是鮮鳥者戰的 他保護妻子這個行為值得加他 那麼到底是不是真的一面倒 沒有隔方說到那麼完全是支持Chris Watt 這個我又有些懷疑的 但是在那個分析的比較上面 這個角度也是挺值得大家去留 所以這條題我覺得是挺好的 因為真的有很多可以分析的角度 就好考大家的即場反應 那個分析的技巧等等 我大致的評語就是這樣 將時間交給第三位評判 謝謝賴楚賢老師 接著我們都請黃新宗先生給大家一些評語 謝謝 市委市委請問聽得清楚嗎 是清楚的 好謝謝 其實我的評語大致相同 前兩位評判是相同的 但我想我跟他們的取向 我要說的項目是非常相對的 但是取向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一些評判 前兩位評判覺得是可相確的地方 我會覺得是一些錯誤 又或者你起碼需要非常非常之嚴謹的論述 才可以令到它變成是確當 我覺得是 主要其實是針對政方的兩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 講到暴力 我認為是掃諸了那個憲法 今天那個的論述 因為你拿著一個憲法的基礎 你就很理所當然的覺得 這個的肢體暴力就解釋錯了 你的那個言論的自由當然應該要被保障 所以這樣一比較之下 擺明就是Will Smith 是應該要受到更大的掩責 但是正如剛才的評判所說 憲法的存在不等於它是合理的 憲法會修憲的 任何國家的憲法 你都經歷過不同的修正案 會有錯誤的地方 所以單單以這件事作為根據 當然你還牽涉到 背後一些複雜概念的論述 譬如什麼是暴力 什麼是言論自由 兩者之間的界線分別是怎樣 然後才可以做一個比較準確的比較 這就是關於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是很不接受 我只能夠這麼說 剛才評判講的評語我非常同意 就是你不能夠訴諸於是團隊做的 不是他做的 甚至乎有一些很極端的說法在附近 都可以出來認同 Chris Rock是沒有選擇的 這一點是 就是我很不能夠接受這個說法 因為他可以選擇不做的 可以選擇不說的 他可以選擇辭職的 如果那些內容 他覺得很有問題 所以真正辯提的重點是討論 那個內容本身有沒有問題 那你就不能夠說 就算是有問題 都是團隊的錯 都是奧斯卡的錯 所以我覺得那個重點 真的不是那份稿究竟是誰寫的 我知道你們有一個資料上面的爭執 但是對我來說其實真的不太重要 因為無論是誰寫都好 重點是那些內容本身 如果你覺得不對的 Chris Rock就是不應該說出來 他應該用他的方式去表達對於這份稿的不滿 假設那份稿寫出來的寫手寫了 是種族歧視的言論 又或者是性別歧視的言論 我們都不會覺得因為他要盡責 因為都是出自傳對手寫 他就可以說的 他說就是正當的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是不行的 這個是隔方 越方我很同意剛才第二位評判所說 其實我是很欣賞文化那部分的觀點 尤其是你們的標準提到道德的規範 因為今天很多的討論的位置 會將這條題牽扯到法律的多部分 但是法律和譴責兩者應該存在一些差異 就是一個人他譬如他做錯了 錯誤是有很多種的 你打尖是一種錯誤 你說謊是一個錯誤 種族屠殺是一個錯誤 你殺人強姦也是一個錯誤 錯誤有程度和種類之分 面對不同的錯誤應該有不同的處理的方法 而我同意譴責是比較類近於道德規範的那部分 因為實際上我譴責了你 你又不用坐牢 你不會有什麼很實際 發生在現實生活的後果 但是我們全個群體一起去營造一個價值觀的話 其實我們是一個共業 如果有一個很知名的人士 他說了一些言論是很不正確的 但是我們沒有一起去檢責它的時候 這個就會慢慢累積成下一代的文化 因為文化是會傳承的 文化也有機會會轉變的 所以如果上一代的文化是有什麼錯誤的地方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是加以糾正 或者不關上不上一代的事 總之我們發現這個社會裡面 有某部分的文化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加以糾正 這個加以糾正的責任應該是整個社會全體 所以剛才賴老師說我們是 即是這條件題裡面也沒有一個主題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其實是一個全球人的文化 因為我們現在 就算去看這個奧斯卡也好 其實也不是美國人看的 我們是全球的人在看這個節目 那些電影作品也好 都是全球的人在看的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它是形成一個全球的文化 那所以 我很同意他所說 其實不存在著一個很針對性的主題 很局限的 只是說香港人應該怎麼看 美國人應該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就不是這樣的 那所以這個是對隔離雙方的那個看法 我認為兩對辯論都是相對比較成熟的辯論隊 那麼交鋒的位置 我同意第一位評判說 當然有一些即時的回應是可以提早去出 會更加去 即是有一些針對性的攻擊 但是整體來說都是 那些水平是不錯的 所以對我來說最大的那個分野 始終都是在那條主線上面 因為我相信你們對於自己的主線 也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你們今天所發揮的也都是 可能按照你們過往這一星期 或者超過一星期的準備 來發揮出力 所以我覺得始終都是在那個主線上面 去分載這個勝負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黃新宗先生 也謝謝三位評判給的評語 現在就會為大家宣佈賽果 在宣佈賽果之前 首先會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是隔方第二副辯 好 恭喜 現在正式會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場的比賽變題為 甲方奧斯卡掌掌刮風波 Will Smith應受更大譴責 粵方奧斯卡掌刮風波 Chris Rock應受更大譴責 由正方拔瑞雷書院 對粵方沙基灣觀立中學 正方得票為2票 反方得票為1票 比賽果為2比1 由甲方勝出 今場比賽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的出席